球艺是一回事 磨练心性和意志品质 是另外一回事 你们作为专业人才 被选拔到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国度 去贡献自己的专长 你们背负的 不仅仅是家人的厚望 同学们的期待 还有作为中国人的使命感 我的目标就是提高 新加坡的篮球水準 所以我要为新加坡 注入新的动力 我要他们在一年后的 东南亚青年篮球锦标赛里面 夺得冠军 为国争光 运动最终不是为了输赢 而是为了弘扬体育精神 是他们先犯规的吗 他们犯规 你们自己就乱的阵脚了 他们犯规 你们就可以动手大人吗 你们简直就是一个字 训 你们走的道路 将会崎岖复平 有些 甚至会迷失方向 你疯了 再不正做的话 搞不好都得回家 到现在你还怎么在意 个人的表现 没有人想到我们了 既然来到这儿是我的选择 那我就必须成功 混蛋 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下去 叫他们全部滚蛋 记住 打球 不只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 更是为了队友和祖国的荣誉 所以 一定要互相扶持 互相鼓励 才能一起开拓新天地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们都必须团结一致 我预祝你们成功 没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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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